嗨 大家好 這一場的議程是由Peter Wolf帶來的Loki自動生成Python碼的Chairbar 意圖分類 請讓我們歡迎他 都就做了嗎 各位關心中文NLP技術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卓特語言科技的Peter Wolf 很高興可以在今年的Pycon再來到台南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年新做出來的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它叫Loki 它是一個可以自動產生Python碼的Chairbar 意圖分類引擎 大部分人都會想到說這是只是做Chairbar用的 其實不只 我們等一下會展示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用途 一旦我們有一個可以理解中文的NLU引擎的時候 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 但是NLU對人類來說是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就像剛才的Keyno Speaker講的 Language是人類的instinct 就是我們的本能 所以一開始聽的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這跟電腦好像沒什麼特別的關係 那人都可以很快地理解它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我們做了很多事情來讓電腦理解 所以在短短的剩下25分鐘的時間裡面 我們其實這個訊息含量非常的高 需要大家努力的跟上 那我們等一下要分享的東西 我們會把NLU重新詮釋成一個叫做語意計算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在去查NLU的時候呢 現在NLU就是Natur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很多時候都只是在一個統計Base或是基率Base 甚至Machine LearningBase的方式去做而已 我們希望給它一個不一樣的詞彙 來表示我們到底哪裡不一樣 第二個呢是我們會從那個資料的本身的訊 資料本身的特質來去看非中文和中文的差別在哪裡 最後啊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我們會拿很多不同的這個NLU的approach來去比較一下 那這邊是給你講一下 我們特別拿出來的例子不是說我們要噴它 我們的目的是要噴那一整個方法 不是某一家廠商 第一個呢 那個大家知道NLU就是Natur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就是它的NLU就是縮寫 那我們在做語言學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會用這三個字 我們通常叫做Semantic Calculation 語意的計算 語言學裡面語言的意義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那坊間號稱的NLU的解決方案之一呢就是 用Keyword嘛 對不對 大家想說那我們就只要指定很多很多Keyword就行了 那麼想像一下 如果你有一個智慧家電 智慧電視機 就遇上這種寫不完的關鍵字 關鍵字裡面加了一個叫大聲 然後呢大聲要對應到的那個command是什麼 它會調高音量 它會調高音量 那如果講夠大聲呢 它一樣有大聲這一個關鍵字 但是它就不用調高音量 因為夠大聲了 那如果是太大聲呢 它一樣有大聲 可是我又得調低音量 這時候會變成什麼事情 變成說 我不能只寫大聲這一個關鍵字而已 我還得寫夠大聲 還得寫太大聲 我這樣已經有三個關鍵字了 繼續寫下去 不夠大聲 第四個關鍵字 它又要調高音量 再來不太夠大聲了 這事情就做不完 做不完有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客戶講說 沒關係 我們明年會繼續收維護費 一直收下去對不對 然後這個我們就看到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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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想到 我們不是特別噴它 不是針對它 是所有的Keyword都是這個問題 基本上你只要在下面任何一個只要出現 遺失這個字眼 它就會問你卡片的問題 所以你不管遺失什麼東西 我的車在路上被偷了 所以我的車遺失了 我有去報私 可是我車子的那個貸款還沒還完 對不對 然後它問你什麼 請問是你本人的卡片嗎 為什麼 因為它抓到的Keyword就是 遺失 這件事情完全不像我們 我們期待中的這個 Nature Lange Understanding 所以它遇到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用關鍵字來去做 這個Nature Lange Understanding 它會變成無法收斂 無法收斂其實是做 資訊科技或是資訊工程上 最可怕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的計算無法收斂 你的模型無法收斂 你的工程會永遠做不完 當然PM其實聽得很開心 因為它不用擔心明年的KPI 明天還會有機會案子做 那另外一種呢 我們語意計算的目標其實是 希望可以收斂 自然語言中發散的那個奇異 希望可以收斂它 比方說 語意講狗咬人和人咬狗 語意不是只有字而已 原來中文的時候 語意不是只有字而已 可是如果我們用的是那種 不斷詞的一些引擎 而且沒有去管它的結構的話 用Bag of Word 就會怎麼得到 有狗 有人 有咬 這兩個句子的意義會一模一樣 機器會得到一模一樣的結果 可是對人來說 如果我今天要做一個 這個information進來 它是News 還是不是News 的這個區別的話 對人來說是有區別的 狗咬人 不是新聞 人要狗 是新聞 這表示什麼 我們需要存下來的東西 除了字之外 還要存它的結構 還要存下來這個句子的結構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除了關鍵字之外 大家很常使用的就是一些 machine learning based的東西 對不對 那machine learning based的東西呢 我們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實驗 我們在這個Microsoft的Louise裡面建了一個intent 這個intent呢叫做restaurant billing 就是在餐廳裡要付帳 然後我給它兩個例子 一個是我要付款 一個是我要付帳 我要付費 然後我要付款 我要付費 接下來呢它的旁邊去可以打這個test 你就把一些test放在這個地方 它會告訴你說 它對應到的是哪一個intent這樣子 那用你就來了 它預設會有一個non的intent 就是它對不到 它覺得跟我建立的這個billing是不一樣的 billing裡面我建的這兩個嘛 它覺得不是 所以它預設是有一個叫 non的這個intent 所以我給它說我要付帳 和我要付費 然後呢我給它說我要賴帳 它就跟我說 欸這應該不是任何的intent 喔好準喔 好厲害 果然不是要付錢 那第二個我要結帳呢 它也覺得這好像不是任何的 要付帳的intent 它就覺得怪怪的 欸好像不太對啊 如果你學會的話 你應該知道 付款啊付費啊結帳 應該是一樣的事情嘛 它沒有學到 那我繼續 我要搶錢呢 這也對了 我要搶錢的時候的確 不是要付帳的樣子 那我開始給它一些奇怪的句子 我要那款 它覺得這是要付帳 我要這款 它覺得這不是要付帳 於是我就開始好奇 你到底是怎麼決定 我給你的這個句子 到底是billing還是non 不要一副狗眼看人低 這是要billing 它到底發現了什麼東西啊 這個句子有要嘛 有付嘛 只要有要有付啊 好像就是一個要billing的東西 這是剛剛講的那個 狗 人 咬 一樣 它分不清楚到底這個是要付帳 還是不要付帳 那我們這是沒有見entity的情況之下 大家知道什麼是entity嗎 entity是實體 它的意思是比較像名詞的東西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中文上的時候 大家這個 我去請教一些 NLP的做chapart的專家 他說 他就把那個 這個裡面加了一個叫做 付款和付費的entity 那我第一個反應是等等等等 付款或付費是動詞 它應該不是entity 它應該是action還對啊 對 可是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 路易斯的話就會發現 沒辦法 他也只能夠建entity 他也不能建action 好吧 那我們就只好建entity 那建entity的時候他也這樣做喔 在這裡先建個 付款 建起來 建很慢 還要再回到entity 我再建一個 叫付費 建起來 建完就沒了嗎 不是 你還得回到你的那個句子裡面去 回到你的便利裡面去 然後告訴他 這個付款啊 自己手動化喔 就是這個付款啊 這個付費 就是這個付費 然後再重train一次 train完以後 他會自己載入那個model 然後你才能再去test他 好啊 那就來test看看啊 在右邊這裡 我把模型都加進去了 我把entity也加進去了 然後呢 我要問說 我要這款 要那款 我要搶錢 我要賴帳 我要結帳 好像沒有什麼改善啊 對不對 那這有個問題喔 為什麼沒辦法改善 我再去請教專家 專家說 路易斯不是這樣用的 因為路易斯的貝斯是沒有型人力 所以你要給他很多很多很多例子才行啊 好吧 那我給他很多很多例子 我要付款 我會付款 我爸爸會付款 他媽媽會付款 他爸爸會付款 這位先生會付款 那位小姐會付款 我全部給他了之後 算出來的模型 的確改善了 的確改善了 變成了什麼 他媽媽要付款啊 他爸爸要付款啊 他爸爸來付款 這些都是billing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他媽媽會來付款 不是 是怎麼樣 爸爸可以來付款 爸媽不能付款嘛 然後最下面 好吧我今天給你這麼多付款了 我再換一個動詞 我要買單可不可以 買單也不行 那怎麼辦 我再給他更多的例子 所以呢 他媽媽會來付款 跟其他句子最大部分在哪裡 在於他是會來 而其他的是來 所以我得給他一個例子說 好 我不能只給一個說我會來付款喔 我得把所有給過他的東西 再講一次喔 所以我會來付款 我家人會來付款 我爸爸會來付款 我媽媽會來付款 全部都給完 給完了之後呢 買單這裡要再給一次 我要來買單 我要買單 我會來買單 我家人會來買單 通通給一次 這個是NLU嗎 這種感覺喔 就是因為我們是做語言專家的 我們看這個東西的感覺 就像是看外國人在弄炒飯 你為什麼要把炒飯拿去加水呢 對不對 我們交小朋友的時候 我也從沒教過他說 你爸爸會來付帳 交完之後他就覺得說 我只有聽過爸爸會來付帳 媽媽不會來付帳 所以媽媽不能付帳 沒有這種事情啊 所以這跟剛才一樣 關鍵字加不完 我的範例句子也加不完 他還是沒辦法收斂 可是為什麼英文有效 中文沒有效 事實上 訓練中文語料的時候 我們要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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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entity要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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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錯誤的方式 就是給他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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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語料 可是不能夠保證一定改善 不能夠保證一定改善 不能保證一定改善 就是PM有交代 不要給甲方知道 你說你是N流U嗎 我說那個U呢 understanding在哪裡 所以我們重新打造了一個 可以處理結構 而且是中文結構的一個 中文語意器的計算引擎 三個願望 我要保留結構 我要搞懂中文 而且我還可以截取它的詞彙 不要抓錯東西 就是三個願望一次擁有 所以呢我們來比較一下 到底中英文為什麼 必須採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畫面的左邊 I bought this skirt at your store yesterday My wife wants me to return it OK 這個句子如果我和第一個上半句就好了 I bought this skirt at your store yesterday 在座你們各位可以用一樣的字 英文一樣的字 可是不同的順序 想出另外一個句子 我頂多大概就是把yesterday 放最前面了 Yesterday I bought this skirt at your store OK 就是說它變化是很少的 一樣的字變化是很少的 各位朋友看右邊喔 我昨天買了這件裙子 這件裙子我昨天買的 昨天我買了這件裙子 昨天我這件裙子 我買的 昨天我買的這件裙子 下面大概還有六種不同的變化 OK 六種不同的變化 所以如果我們像 那個Louis啊 或是其他的Machine Learning 和Dialogflow也是一樣 我們只能做entity的話呢 我們會遇上一個問題 entity是名詞嘛 綠色只畫名詞嘛 那名詞在中文裡面 會讓你非常的發散 你無法決定它到底是什麼結構 所以對中文來說 你還要抓一個是動詞 當我把動詞飆出來的時候呢 很多這個發散的句型 開始熟練了 我們只抓那個entity跟動詞來看一下 就變成我買裙子 裙子我買 我買裙子 裙子我買 我買裙子 本來發散的很多句型 開始熟練變成只有兩種pattern 這兩種pattern 只要是這兩種pattern出現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somehow你跟裙子中間有個關係什麼 你買那個裙子 不管你在前面還是裙子在前面 OK 所以 英文本來就很容易找到動詞 為什麼 英文動詞就是加s加ed 或是有些不規則變化 不規則變化的字是少數的嘛 所以呢 第二個呢 英文的句型的這個 詞续 詞彙的順序是非常穩定的 這會讓說 我要去劝模型的時候 其實不用特別告訴他哪個是動詞 他照順序就會學出來哪個是動詞 可是中文沒辦法 中文的詞序 順序是靈活的 然後我們的動詞又沒有特別的標記 所以呢 用魯伊斯諾的方式 你要嘛就是手動去把每個字都標出來 要不然的話就是給他自己學 他學出會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你的整個工程是無法收斂的 所以我們就重新設計這個東西 它會中文的結構來設計 定毛在動詞上面 才能夠抓住那個結構 我們會建立實體跟動詞間的這個模型 而且可以抓到動詞的指揮 那這件事情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可以看到這本已經發黃的小書 這個不能叫它小黃書 它是一本發黃的很老的書 它在70年代 我們做語言學就已經提出來說 到底人講的話要怎麼分析 它的意義是怎麼算 他是這樣講的 人講話的時候事實上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 你是在什麼場景講這句話 第二個 你講這句話帶有一個功能是什麼 第三個 你在這個場景 想表達這個功能 你會用哪個句子 OK 所以你看 你在校長室 你想表達加冕學生的功能 你就會用某種句型 如果你在校長室 你想表達斥責這個學生的話 的功能 你就會用某種句型 你不會說 我要加冕這個學生 可是我用斥責的句型 這會導致什麼問題 反串沒有著名 一模一樣的架構我們就拿來做了 第一個 場景就是我們的專案名稱 意圖呢 意圖它對於是function 所以真的是function喔 如果很多人在寫那個 Louis的function 那個intent的時候 他們遇到想說 我今天要幫那個首要飲料店 做一個意圖分類引擎 所以呢 它的意圖就是說 你們公司有什麼產品 有賣茶類的 茶類它建一個意圖 然後呢 有賣特調的那個水果 水果果之類的 我幫你果汁做個意圖 不是這樣做的 如果你真的要做意圖的話 你應該是 所有能加冰塊的東西 是一個意圖 為什麼 因為加冰塊 add rocks只是一個function 能夠調甜度 是另外一個function 所有調甜度的東西 表達這個調甜度的意圖呢 放在一個句子裡面 所有調甜度 所有調冰塊的話呢 放在另外一個意圖裡面 要這樣分類才對喔 那這個講很多話都是 大家都聽就覺得 看不到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會給你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這個discord裡面 呃 對不起喔 在今年的discord裡面的話呢 可以看到 只要你在那個 general的頻道裡面用at 然後有叫joytown infobot的 你都可以問他說 今年的這個會場地址的問題 在哪裡 然後你可以問他說 今年的主會場在哪裡啊 今年的大會會場在哪裡 今年的spring辦在哪裡 然後今年的spring地址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可以做這些事情呢 是因為我們做了這樣的意圖引擎 然後呢 這每一句每一句 我們只是把它的結構記下來 我們怎麼做收斂的 你可以在那個裡面 先直接去at這個joytowninfo.bot 底線pycon2020 然後問他說 社群軌辦在哪裡 他就告訴你 社群軌辦在這些地方 OK 那我們的模型裡面 並沒有真的有一個句子 在告訴你 社群軌辦在哪裡 這個句子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們的確有講一個 辦在哪裡 我們講的是spring辦在哪裡 Spring辦在哪裡 跟社群軌辦在哪裡 這兩個句型是一樣的啊 所以我們就只記那個句型就好了 所以Loki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是提供他很多很多的句子 他會把那個句子變成一種句型 那左邊看到了 左邊這裡有1234567 七個句子 右邊呢 右邊只有123456 六種句型 為什麼 第四跟第五 好想工作是怎麼去 跟國際會議廳怎麼去 這是一模一樣的句型 你不用像剛才一樣 我爸爸會來付錢 我媽媽會來付錢 你要給他兩個不同的句子 因為我爸爸會來付錢 跟我媽媽會付錢 對我們講中文來說 那是同一個句型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自己會用句型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比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抓的是 人咬狗還是狗咬人的結構 結構開始說 結構開始比對之後 發現說這兩個結構是一樣的 所以呢 它開始收斂了 它就不會 越講越多越講越多 你居然給我很多很多例子 我一樣是一直在收斂 然後第二個 產生的這個句型之後 我們會幫你產生一個 Source Code 這個Source Code 就告訴我 這個User新進來的 這個Utturance呢 它事實上是跟 哪一個句型是一樣的 而且呢 我們還幫你抓出 它在這句話裡面 真正要問的那個 Keyword Information是什麼 比方說 好想工作室在哪裡 這句話的重點是什麼 它的Intent是在問 例子嘛 那它的那個Keyword就是 好想工作室 所以我的Resultation 那邊我就加了一個 我要做到就是好想工作室 然後我在這個Source Code裡面 有給了好想工作室的地址 它就會直接回我這個地址了 那這個原碼下載以後呢 就可以 它會給你一個這個派上扣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派上扣應該都不大嘛 就是幾KB而已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幾KB裡面 加上你的商業邏輯 然後Deploy到那個 你的Device上面去 東西很小 東西很小 有沒有好處 現在大部分的NLU引擎呢 都必須放在雲端 所以呢 我幫我的客戶 接了一個NLU引擎之後呢 我還是把它放到雲端去 所以Microsoft或者是Google 擁有我們大家手上 做NLU最多的資料 然後呢 你為了讓這個聊天機器人可以用 所以你得準備一個很大的頻寬 準備一個很好的機器 但是絕大部分的人 在使用那個Keyword的時候 都是用一些亂七八糟的句子 大家都在玩嘛 沒有真正在做你的business 所以呢 如果用Loki的話 你可以直接部署到 User的手機上面去 還有幾KB2 也是個Python Call啊 然後絕大部分那種亂七八糟的 對不到Intent的 對不到那個 任何我們跟我們公司的 這個business相關的這些劇情的話 我會就直接回答一些 對不起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他的Computation Bound在哪裡 在UserG的手機上面 他耗掉的頻寬零 然後呢 他吃掉的能源 你自己的 你愛玩嘛 你自己吃 直到除非他講那句話 比方說我要訂什麼什麼飲料 我要調整冰塊 我要調整糖度的時候 這跟我的business有關了 這句子才需要送上來 要不然其他事就不用 不用管我們的事情了 這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我們完全可以做一個 全離線的 這個智慧家庭物聯網 因為完全放在你們自己家裡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講的AIoT 最後禮錄在哪裡 最後禮錄就是 我沒有辦法 讓我在電視機前面跟我家人聊天講的話 不送到外面的雲端去 這跟剛才那個Kindle Speaker講的事情 是很一致的 如果我們今天在做這種 AI的應用的時候 我可以保證到 你的隱私不會被侵犯 那我們可以用算法的方式 來避免到說 是不是一定要一個很大的 伺服器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我們避免掉了 我們用這個Ocurus的方式 來告訴你說 語言學板就有解法 可以告訴你這個 意義是怎麼算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 做一個範例給你們看 就是今天假設這個黑色的板子 就是你們家客廳 然後呢 我要把我這邊的網路關掉 所以我現在就只有intranet 只有內部的網路 這個89.64不是我刻意要跟那個 某個國家起衝突 那是我們公司的那個統編 所以我們跟那邊交流的時候 我們光是打統編 我們的統編就會直接變成那個敏感字 好 在這裡 欸 我怎麼把他過去右邊 這裡 欸 他不願意過去 OK 所以呢 我在這裡 我先模仿一下那個語音辨識 因為我怕語音辨識有些bug 假設我今天跟我家裡冷氣講說 冷 房間 有點 冷 喔 吐包 房間的溫度嗎 喔 原來是我沒開機 對不起對不起 你有沒有開電視去 打開電視 打開 這是冷氣 開冷氣 我打錯嗎 打開冷氣 OK 好 所以呢 如果說是 房間溫度太低了 所以他就幫我把溫度調高兩度 或者是說我覺得 他把溫度降低一度 OK 然後我們把這邊的所有Source code 通通都放在 一樣 LOKI這個地方 對不起 我把網路關掉了 謝謝 在這個small home裡面 那他的這個AIoT就是我們建立的這一個 這個東西 那這枚intent這個AC就有 所有你可以控制冷氣用到的那些巨型 通通在這裡面 所以他大概就是講一些什麼 比方說定時一小時 那定時一小時 關 定一小時一小時後開 只要講一個句型就好 所以如果我現在在做MHT的話 我會遇到的問題是 我得寫 比方說一小時 兩小時三小時 1.5小時 2.5小時 我得把所有可能數都告訴他一次 他才比較不會錯 可是對人來說等等等等 你剛剛那時候那個句子 通通是一樣的格式 所以我們去記的是格式 我們比對說那個句子的格式 其實就是跟這個一樣的話 我們就只做這件事情 所以像調高一度 開冷氣 關冷氣 或者是說那個 降一度 這些東西 我們就說 這些句子的句型 通通都是跟AC有關的 所以他自然就去比對 AC能夠做的事情 然後事實上燈光 現在燈光是全開的 現在燈光是全開的 我把這個 關掉 現在是沒開是不是 我覺得好暗 應該可以吧 就亮燈了 所以你在家裡面講這種話的時候 就不會跟那個 某一個M開頭的那家家電一樣 他說他是智慧家電 可是你在家裡講的所有話 通通是送出去的 你家的GPS位置他也送出去了 你家平面圖他也送出去了 然後你很開心的拿出你的手機來說 你看我在這裡可以看到我的手機 可以看到我家裡的這個吸塵器在幹嘛 你以為只有你看得到 可是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做到說 在做AIoT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可以做 National Engine Understanding 我們可以去算它的 Semantic calculation的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讓你的 Device 讓你的application 做到全部是離線 燈光可以離線 開關可以離線 冷氣低什麼都可以離線 我相信這個東西會是 我們可以做這個 National Engine Understanding的下一步 而且它產生的是Loki的那個 Python Code 那這個Python Code 我們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基本上你會寫If Else就會了 那我們曾做過兩次的這個課程 那這兩次的課程裡面呢 唯一一組真的把作業寫出來的 真的把那個高鐵受炮員的這個機器人 寫出來的這一組呢 是兩個師大英語所的學生 他們以前不太會寫程式 他們只會寫If Else 所以我們真的把這件事情 弄得很簡單很簡單 然後你就找你們公司的一些 那個Junior的進來 調一調之後 其實就可以Sell出去 那那個大家知道 有一個叫林志杰的大大 他是做那個台灣結巴端瓶PHP的 對他就有問說 大家做這個關鍵字的這種NLU 這麼多了 為什麼沒有人Share出來呢 對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會繼續累積更多更多的這個Loki 相關的intent 我們也歡迎你們去做你們的intent 然後願意的話就Share給我們 我們就放在上面 這麼一來的話 只要有一個人去做了飲料店 手搖引的這種販賣的機器人 其他就可以拿去拿去改 只要有一個人做了燈光相關的機器人 其他可以拿去改 電視相關機器人可以拿去改 售票機器人拿去改 很快很快的 我們生命就會充滿了各種機器人 而且全部是離線的 你不用擔心說你跟這個 你們家開關講了什麼什麼話 它是被送出去的 它也不用說全時的天下聽你講話 你所講的話都是在intranet 所以呢 AIoT的最後一禮物 其實這個物聯網 重點是不要讓它聯網 那個我們該搞定這個NLP的這個基礎 所以我們真的每年每年都來這個拍康這裡 跟大家講的是同一句話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強人工智慧 強人工智慧就是他聽得懂 人講的話 自然語言 我們可以處理掉這個自然語言問題 那我們希望可以邀請大家一起來 把這些開發做出來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